世界上有两种人 一种是喜欢戏曲的人 另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戏曲的人 这个舞台妙去横生 我们一起来喝彩 中国戏曲就像一位绝代佳人 历尽沧桑 芳华如初 值得喝彩 和戏曲相遇是最美的久别重逢 传统文化流淌在你的血脉之中 我要听到你的喝彩 这里有我们的根 我们的魂 我们的精气神 在这里我们为梦想喝彩 为中华交 欢迎大家来到 由康美三七粉独家冠名播出的 大型戏曲文化类节目 喝彩中华 每位喝彩人 上台展示自己的喝彩内容 当现场三百位观众中 有超过两百位观众 为你喝彩时 就可以登上 喝彩中华梦想之夜的舞台 四位观察员 每人拥有一张梦想直通票 获得梦想直通票 就能直接登上梦想之夜的舞台 要您见赏更多惊喜好戏 进入社区与网友畅聊 更多福利 关注中方卫视 微信公众号 我们要请今天的第一组喝彩人 好小男孩还是小女孩 好小 好小 好可爱 好可爱 小小小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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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子欠 想不远 到大地物资真切困 上啊上鞋锅 捆了红尘后 不是鬼有 碎了小 不是三岁 换三岁了 看他还挺有那个事儿的 不归音是吧 好奇了 你好奇 我叫田天子 今年五岁了 我来自河南 我要为一句贺彩 哎呦 五岁 你才五岁 程雷叔叔在五岁的时候 不要唱戏了 还尿床呢 你太厉害了 他也尿床 他也尿床 我不尿床 你不尿床 你现在都不尿床了 不要 你几岁开始不尿床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天晨子 你好可爱啊 而且我刚才看见你的眼睛好灵活 你 你是不是特别练了练眼睛啊 是啊 是 那你能告诉我们一下 你怎么练的眼睛可以吗 可以 跟我们 双手放在眼睛那两边的 双手放在 让我仔细看看啊 我仔细看看啊 我们跟你学啊 这样左右的看手指啊 看手指 这是个好办法 我感觉就是他的那个黑眼球 特别大 特别亮 所以说我感觉他才特别有事 眼睛好 对对对 就是我们王柏宇老师 戏曲演员那个眼神很重要 但是像我们这样眼睛小的 或者你还有点近视眼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个练有用吗 眼睛小到不影响眼神的锻炼 这个我们经常说有没有就看眼神 这演员一出来 观众还不知道他唱得怎么样 还不知道他别的技巧怎么样 先看眼睛吧 而且这个戏曲的是 你眼睛的眼神顶住了 你的心就顶住了 对对对对 这特别对 为什么这个田晨子小朋友出来 大家都被你吸引了 就是因为首先眼神给他吸引住了 田晨子 你才五岁 你几岁开始学的玉剧啊 能唱到这样 三岁 三岁就开始学了 是你自己要学喜欢 还是说爸爸妈妈逼着你去学的 我姥姥喜欢 那你现在你喜欢吗 是不是你不太喜欢 就姥姥喜欢你才学的 我喜欢 那你戴的那个帽子 我觉得挺沉的 你头上压得这么重 你受得了 好 能 因为我能坚持 哎呦 我想问一下哈田晨子 你现在戴的这个奉冠 是吧 算是奉冠 这个窥头哈 完了你的里头是贴水片了吗 勒头了吗 勒一点点 勒一点点 勒了 勒挺疼的 疼不疼 有点疼 有点疼 已经勒了多长时间了 我不知道我不会算 你太棒了 对啊 勒得这么疼 咱不学了 咱们玩点别的 不要 我就要学 我就要学 真的喜欢 喜欢欲句是吗 是啊 洪雷叔叔看你这两边 还贴着黑颜色的东西 这是贴的胡子吗 这不是胡子的 这是大便 这是去取贴辫子 他就是为了改变脸型 这是中国这样的批图 对对对 最早的 最早的 哎呦 那田辰子啊 你学一出戏 要花多长时间呢 我没算过 我跟你说过了 我不会算数啊 这算是用传统文化装扮的孩子 真的是最美的 因为你的未来有无限种可能 将来有可能可以代表 中国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美 对不对 对 哎呦 有志气 那今天你是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来看看现场有多少观众 愿意为你的欲句喝彩好不好 好 那有什么话要对待会儿要投票的 哥哥姐姐们说 要投给我啊 真直接 听听见了啊 听见了啊 大家还有最后的时间 请抓紧我们的田辰子喝彩啊 恭喜田辰子啊 幸福到整个梦想之夜 台上的叔叔阿姨也一起为田辰子喝彩 来 一会儿给你买冰淇淋好不好 好 你想吃什么味道的 奶油 奶油味道 好呀 让我们来有起下一组贺彩人 1 2 1 2 3 哇 阿卡贝拉的 对 嗯 啊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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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光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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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 光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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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来自北京的节奏部落人声乐团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是为我们的国粹京剧歌台 几位老师可能不知道 阿卡贝拉是 其实它是阿卡贝拉 是一个意大利语 最早是起源于中世纪的教堂音乐 所以那个时候 吴伴奏人声合唱 但一直发展到现在 没有什么固定套入 纯粹就是看创造性 所以比如说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版本 我自己都很难想象 会有这种形式呈现 他们就是唱的京剧 只不过就是用 这个人声 和声演唱 用嘴发出了京剧的交响乐 或者京剧伴奏的声部 以及演唱 这个其实让所有人 都眼前一亮 真的非常好 其实我们并不是只在做阿卡贝拉 我们还在做一些剧类的 就是真正的舞台剧 那么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跟我们的徐帆老师有关系了 是什么 你还记得十多年前 对 演过一个电视剧《青衣》 小燕秋的角色 对吧 你们要做那个歌剧吗 对 这个我们已经把它改编完成了 就是马上要上演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 用西洋的歌剧来表现《青衣》呢 其实我觉得 这个《青衣》这个行当 这个角色 是东方最女人的极致 那么在西洋的艺术里面 可能是最高雅的歌剧的艺术 才能配得上 讲我们中国的这个《青衣》的故事 我们也很希望把我们的国粹京剧艺术 把我们的黎原行里的故事 让国外的人更多地去看到 去欣赏到 这也是我的夙愿 太了不起 京剧的音乐 200年来一直在发展 从最早的简单的几大剑 再到后面有了交响乐 再到后连钢琴都可以跟京剧合作 到现在又出现了像你们这样 这种非常新颖的这种音乐形式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老师 让我们来看看现场有多少观众 也热爱这个机会 对不起 因为我太喜欢他们了 不光是他们把京剧带出来 就是给年轻人介绍 而且我还喜欢他们的那个 无伴奏合唱 其实单独听他们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但是合在一起就是那么的默契 谁都保持在自己的部分 而不去冒一下 我就觉得这种集体的东西有一股力量的 所以我想用直通卡的形式 我们也很想看看 十八老师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件礼物 我准备的是一个那个戏曲里头的那个马鞭 我取它的意思就是快马加鞭吧 我也希望他们的实业能快马加鞭越来越好 这也是在鞭策我们年轻人 要跟上传统的步伐 这个我其实以前小的时候 学了一个戏叫越来电 越来电 其实我是学轻衣的 但是越来电是刀马蛋 刀马蛋的时候就要学那个马鞭 我学马鞭学了好久 总是耍不好 但是一旦耍好了之后就不忘了 还可以吧 好 我把它送给你们 谢谢 恭喜你们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那我们也和所有观众和实话老师一起 期待我们的节奏部落 在奉享之夜的法力表演 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 也让我们为节奏部落 获得来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有请下一组贺彩人 大家好 耶果失守亚历山大围棋 亚历山大围棋 耶果失守亚历山大围棋 哎呦 我有中文名字叫耶果 耶果 就是成为大家的开心果 迎耶果来的 那你来中国多久了 我已经来到中国差不多有七年断断续续 第一年 是为什么来中国啊 就是为了学语言 有朋友跟我讲过说相声是中国的脱口秀 我想挺酷的好吗 我就去看一下 我这一上呢 就感觉很有意思 那老师怎么讲啊 都非常精彩 您都能听懂 我听不懂 但是啊 因为周围那些人呢 都听得特别的乐此不疲啊 哈哈大笑 哎呀乐此不疲 我当啊 然后呢我就 我感觉这个气氛特别好 就像乌克兰的那种 大家庭 然后就想 哎呦那老师是谁 我问我旁边的同学说 那是谁啊 是著名相声演员丁广泉 我就决定 这个时候我就肯定要学相声 您就真的去找丁广泉老师了 对 我觉得啊 追求艺术就跟追求女生一样 都得果断上去 然后去追求 没错 当时这个 他们的排练完了之后 我去找师傅说 师傅 我们牵手吧 哎呦 这个意思是 我跟相声牵手 然后就学相声 相声不是讲究说学逗唱吗 师傅特别注重学这个东西 就给我们介绍戏曲 您是通过相声学到的戏曲 对 哎呦 我没有想到我们戏曲的使者 对外国朋友来说是相声啊 您唱的是哪一出啊 我今天想给大家带来一个旅居的 借亲的马大宝这一段 借亲 借亲 对 但是呢 我虽然会了这一段呢 我想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把中国的所有的这些地方戏啊也好啊 经纪也好都学会 然后呢到了乌克兰就唱给我乌克兰的朋友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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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中国所有的戏曲曲都学会 对 我觉得因为很很厉害嘛 是很厉害 你知道那个中国有多少个剧种吗 戏曲嘛 你看我知道京剧 知道乐剧 知道平剧 吃到这个旅剧啊 最多也就十几种吧 我跟你说啊 现在比较权威的一种数字 就有三百多种 你如果要把这三百多个剧种 都学会了回去乌克兰 去传播中国的戏曲 我要拜你为师啊 我差不多也八十岁吧 没有怕 你可以在中国娶个媳妇 我已经结婚了 然后她也帮我练 有的时候 太太是中国的 江苏的 靠近山东 然后她给我 对对对 所以说是你还能够学旅剧 旅剧应该也山东的是吗 是 它也算是中国八大戏里面的一个戏曲嘛 我觉得很很有意思 而且很有音乐性 今天我们是大宝尔夫 通过一个来自乌克兰的小伙子 真的是没有想到 为我们带来的是旅剧 那开始你的表演 好的 我的门呢 门 马上就来啊 马上就来啊 哇 天转是地转啊 总不要打劫 我就穿小巷 他们不愿就在面前 赶快地推开了丑容 我就很小巷 免得让女儿看见了不喜欢 喝多了有点 好可爱 她演醉酒那个状态特别生火 特别生火 而且我觉得她有一点很可爱的是 她把所有的戏延续到最后 她不是说我结束了 转过脸就没这事了 就你那个小弯拐弯你学了多久 就是因为我看到那个小碎弯好多的弯 实际上呢 当时师傅教我的时候 他说 喝醉了酒 我唱 喝醉了酒呢 师傅特别 哎 你怎么是这么唱呢 你听不出来吗 啊啊啊啊啊啊 我说是啊 啊啊啊啊啊啊 对 其实很难 很难 真的就是特别开心 看到你这么活灵活剑 妙趣恒生的表演 我们很多外国朋友 都非常喜欢中国的这些戏曲 我反而觉得很中国 很有很原汁原味 我们觉得哇很有特色 你回去给你的爸爸妈妈唱过这个吗 马大宝喝醉了酒啊 他听不懂 他觉得挺逗的 挺逗的 挺逗的 希望今天有更多的观众也觉得您的表演 不光是逗 而且能够感动他们 谢谢 来看看有多少朋友支持我们 耶果的表演 哇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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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希望能够在梦想之夜 我们能够见到您 让我们再次为耶果拷财 谢谢 恭喜 不客气 然后我们又请下一组贺彩人 大家好,我叫姚飞龙,我来自山西,我是一名普剧演员,我主攻的航道是徐生,我今天来为武器演员喝彩。 徐生为什么要为武器喝彩呢? 因为我曾经也是武器演员。 那怎么又转学徐生了呢? 也是没办法,因为我受了一次很重的伤在练功的时候,不得不这样做。 受了什么伤,伤要改行? 十年前,在一次练机功的时候,我翻跟头,到空中,脑袋就是犹豫了一下,然后头就先着地了。 当时我就昏迷过去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做完手术了。 大夫告诉我,你颅骨已经摔碎了。 我现在头上按的是一块金属的钛合金材料。 在哪边? 在右侧。 这块是吧? 哦。 医生当时对你的诊断,对您未来的就是康复之后,有什么预期吗? 他们最初做手术团队做手术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有可能就是植物人死亡,最次也是偏瘫。 然后我觉得我这样就已经快成一个废人,这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废人。 但是我告诉自己我不能当一个废人。 我就是下狠心去康复训练。 我在这个两年多到快三年,我就是刚开始就和学走路那种。 然后到我就是坚持跑步,每天坚持十公里。 然后医生也觉得是一个奇迹吧。 然后两年之后。 对。 您再回到舞台。 对。 为什么要坚持回到舞台? 而不是说我找一个更加轻松的工作。 我家人也建议我去做生意。 然后我还是毕竟那么多年了,自己也喜欢演员这个行业。 还是不想放弃。 我想重新在这个舞台找回自己。 因为如果我做不好演员这个行业的话,我想我做什么也应该就做不好。 它万物归一。 它是这样的。 当我就是灯在舞台灯光打在我的那一刻啊。 一下都平静下来了。 仿佛更强的那个我又回来了。 演出完以后,我去卸妆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很笑。 就是那种。 然后,笑着笑着就哭了。 哭的时候,连笑在哭。 然后,就是感觉不容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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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岁。 就经历过这样的生死的考验。 你还能够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 真的非常让人感动。 好多人面对过考验。 但是选择放弃了。 面对考验,依然可以坚持。 还能够这么笑看自己人生的。 能有多少个。 所以你贵妇上了以后第一次上台唱的是什么戏。 我唱的就是我现在这一出戏。 火焰局。 让我们一起期待你这场精彩的表演。 。 第一次见面。 十一天。 四次见面。 我先把这个意思说。 你的声音。 炮的时候,你把这个意思说。 有点空必须抹。 的震器。 都有在義岸。 没错。 因素。 那些被证悉。 这些插马尔迪。 最后用这构判。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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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